各位現在進到簡報50頁之後 我們就來加上語音聲控的部分 那語音聲控 剛剛有提到很抱歉 iPhone難得可以亮在一邊 因為它安全性上的要求 沒有辦法透過網頁去存取你的麥克風 所以你在電腦上的應該是可以 因為各位現在都用筆記型電腦 所以你可以用筆記型電腦上的麥克風去控制它 但是這裡有一個要留意的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搭配語音量讀 你如果念出來了 有沒有可能又被你的麥克風又收進去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就會想要把它換成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當我按下某一個按鍵按著不放的時候 我才做語音辨識 等到我放開就不做語音辨識 你們不覺得 如果你用手機 你有沒有用過手機的語音輸入 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不講話 一段時間它就自動停止辨識 沒有嗎 還是你按下去它就一直辨識一直辨識到天荒地牢 因為它會告訴你 我要沒電了 所以在手機上它會一段 時間你只要停一段時間它就自動停止 但是電腦上的我們可以讓它繼續辨識下去 可以讓它繼續辨識 那我們這邊可以來看一下怎麼做 來 我們就 以 這一顆 好不好 記錶 當作是那個 按下去 才做語音辨識 放開 就不做 好 所以我先來寫 那我 為了方便我寫在上面好了 遙控器 一樣拿出來 我就丟在上面反正那個順序沒差 當我按下 按下這一顆的時候 然後我要做語音辨識 OK 所以我現在是按下 那我複製一個 按右鍵複製一個 當我放開 同一個按鍵 就停止 所以我先準備這兩個事件 我現在是不是兩個 都是同一顆按鈕 按下跟放開 好 接著你找一下左手邊 我們剛剛是在進階功能裡面 有沒有一個 語音 聲控 進階功能裡面的語音聲控 我先把停止辨識先丟出來 停止辨識 我先丟在這裡 因為 當我 放開的時候我就要他停止語音辨識 好 然後這裡 我要他按下的時候要做辨識是第一個 第一個 拉出來 第一個我這邊先關掉 這樣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這裡 像這樣子 我現在是寫這樣子 好 這個地方 就要留意一下 有沒有注意到 我要辨識的時候 行動裝置要GOF 即時辨識 這裡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在電腦上的話 預設是按 那他的辨識就是一直辨識下去 如果你在行動裝置上你必須要換張OFF 這樣子他就會 你停止 說 講話一段時間 他就會怎麼樣 自動關閉那個 辨識的功能 這樣清楚了 好這個不要弄錯 如果待會你是要用電腦的 你要把設定按 假設你要在手機的 就要設定OFF 好 這是第一個 再來 那你要告訴他 辨識什麼 對不對 所以一樣都在剛剛那個裡面 你看我們 Webduno他機目設計的原理就是 相同功能的機目都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如果 我的裡面有包含開燈 來 我就把這個 放進來 如果有包含開燈請問要做什麼 就把燈打開啊 這樣對不對 對 那相對的如果你要第二個字 好我再丟出來 如果你有包含關燈 我就把燈關掉 這樣可以接受嗎 像這樣 就是當我按下了 這個 按鈕不要放開的時候 就準備開始進入雲辨識 如果 如果在這個時候呢 你講了開燈 他就把燈打開 講了關燈 就把這個燈 關掉 你可以不用顯示在那個啦 如果說你要顯示在螢幕上也可以 就再把它加進來 這樣 OK嗎 沒問題我就要講了 就要執行了 來這邊我們試看看 來 按下去 好 現在呢 當我按下這個不放的時候 他才會怎麼樣 做雲辨識 但是不管你在電腦 或者在 行動裝置上都一樣 當你第一次按下去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有跳一個訊息 是不是你要借他讓你用麥克風 不管電腦或手機都一樣 都會跳出來 你要按允許 封鎖就不用玩了 你就先去吃飯吧 按下去 所以我現在重新再按一次 按住不放 對了忘記一件事情 這裡要給你看 按住不放 開燈 不理我 開燈 有了 關燈 開燈 開燈 這樣你會不會覺得走在路上有點怪怪的 放開就不做語音辨識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現在的人 都在 路上自言自語 20年前 如果出現這個場景 人家就會說那個 這樣有點問題 現在是大家都有問題 就是大家都正常 這樣會不會用 但是 有些人就會說 為什麼他都不聽我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有的人講了他有聽話 有的人他就不聽話 你知道為什麼嗎 跟網路速度 第一個跟網路速度有關係 如果網路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像我們現在這麼多人在用 有可能你的辨識就比較差 第二個 跟你的麥克風有關係 尤其大家都用電腦的時候 來看一下 在我們簡報的第51頁 我有用這個 小朋友 有沒有 有沒有很大聲的講話 你如果很大聲的講 你的電腦還是聽不懂的 有可能是你麥克風的設定沒有設 你可以參考 你可以參考我這篇部落格的文章 你千萬不要 很大聲的跟他講話 這樣一點都不優雅 好吧 另外一個如果你不確定 到底 我講的 比如說你講的開燈 那我怎麼知道他到底 辨識出來的是不是開燈 我建議各位你可以這樣試一下 你看我們在這邊我先停止 我們原本 在這邊 如果包含這個 就開燈 那我現在多加一個 在遙控器的螢幕上面 我把 即時 他做的翻譯顯示出來 怎麼顯示 要顯示在螢幕上 我們有沒有用過一個機目 叫遙控器螢幕顯示 來 我把遙控器的螢幕 這裡 我先放在最上面 反正你只要放在辨識的機目裡面都可以 好 但是要顯示什麼內容 不是他講的開燈正確的我才弄出來 而是 你現在 只要 有辨識 我就把 你辨識的結果 有沒有辨識的文字 我就把它拉拉拉 拉到這邊來 讓他顯示出來 這樣了解嗎 不管 他翻譯成什麼我都看到 這樣你就可以清楚知道為什麼你 你講開燈 他不開燈 來我測試一下給你看 按下去 你看看 我們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這裡 再一次 你看 我在講話 他翻得還蠻正確的吧 開燈 關燈 如果 他沒有辨識正確 你就知道 他 會錯意了 這樣會了嗎 寫在哪裡 來再看一下 在這裡 遙控器螢幕 有沒有 你就把它放在上面 你不要把這個放在裡面了 因為 這裡是他辨識成功的 才會怎麼樣 顯示出來嘛 所以我希望他 只要有辨識出文字 就先顯示出來 這樣子 可以比較方便 我們做什麼 偵錯的動作 看看說到底是 你的網絡速度太慢 還是說 你的麥克風不太靈敏 這都有可能 尤其是 網絡速度慢的時候 他辨識的 結果會差很多 會差很多 請問可以嗎 不行的 等一下我們 吃完飯 找個時間 再測一下 這樣OK 那我們中午就先上到這邊 吃飯 請問下午什麼時間開始 好像是兩點吧 開燈 就算關於 in